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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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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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有问题 你就是不听 我要是挽回的一步 你小一家人给掐死 是我不好 是我一劳入室 我差点害死你 我差点害死你啊 皇叔 他在香港还有什么亲戚 还有多少人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不知道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这段时间 他什么事情都没告诉过我 我一直都被他给骗了 那你知道什么呀 这个人总是你带来的吧 大家放下 是我的错 我该死我 没脸见你们 你把枪给我放下 还嫌家里不够乱是吗 不是 你把枪放下 我就是着急 我没别的意思 放下 我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是我没保护好小仙的 还是替我死的 小仙 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我明白 如果有第二选择的话 你宁愿死的那个人 是我是不是 我也有错 要不是今天早上 我跟他吵架 是我误会了他 我怎么这么糊涂 不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你知道吗 他死之前跟我说了什么 他说他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我的事情 他连心里都可以毒药 他继续可以准备 他继续 他继续 好 我 我 怎么了 我 这 我 我 没 没 糊 妈妈 在我手下自作主张 你是不是活腻了 如果被他们查出来是谁干的 我在上海的全部计划都被毁掉了 我请你记住你的身份 你只不过是我收养的一条狗 不要再打顾海棠和黄龙的主意 狗就是狗 下贱的皮子 你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狗就是狗 骨子里低贱的中国人 一个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建筑 你差点毁了我的前途 你 笨个 笨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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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到哪儿去了 是不是有了别的新的女人 别跟我吵滚开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了呀 你干嘛对我那么凶 我叫你别吵的时候 你就把嘴给我闭上 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会干些什么 你到底要杀多少人 你派何庸生去杀顾海棠 结果呢 你为什么要杀小宝 为什么要杀黄龙 阿湘成了小宝的亲子鬼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你只想杀顾海棠吗 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我早知道你要杀那么多的人 我一定不会帮你的 那小宝呢 小宝呢 我怎么知道 你敢看见他只有我一个仇人吗 你确定吗 你是顾海棠的外甥女 我怀疑过你吗 如果你想杀我 我分分钟死在床上 你在这里出出入入 我怀疑过你吗 这个世上 谁都可以不相信我 谁都可以怀疑我 只有你不相信我 只要你不相信我 你不信心你 你不信心你 我相信我 我信心你 不信心你 你不信心你 我信心你 你不信心你 怎么办 我们逃吧 我们赶快逃吧 逃 你懂什么 我这一辈子 我已经逃过一次了 我绝不允许自己再像狗一样的活着 如果你害怕了 滚 你给我滚 小天 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逃吧 要逃 我也要先杀了顾海棠再走 把人家都在补业 我相信我 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 日本人抓不住我 他们抓不住我 不会有事的 你不想报仇了吗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不想报仇了吗 你不想报仇了吗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不想 日本方面正在查找 十二个守卫的下落 我担心时间一长 他们很快就会猜到 即使是十二个人 也运不走十顿黄金 你放心 那些守卫已经被送出上海 关押起来了 必须尽快除掉段号人 时间拖得越久 我们暴露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但是段号人现在 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了 你看呢 段号人让玫瑰给我打电话 说晚上约我在酒吧碰个面 但我再打电话 就一直找不着玫瑰的人 酒吧在黄龙的地盘上 不如就今晚行动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不行 太仓促了 我同意立凡的话 天下没有完美的计划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会让你去 海棠你想过吗 段号人的反常 玫瑰是否靠得住 这些我们都需要 搞清楚情况 才能准备行动 对了 这件事最好不要让黄龙知道 要是玫瑰出卖咱们 段号人怎么会放过你呢 人的命 本来就是天注定 是死是活 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不想让他牵扯太深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听有故事的人 在北平的如香苑 你是大名鼎鼎的头牌 在那里你就认识顾海棠 后来跟着毕司令到了上海 等到北伐军攻占上海之后 你又沦落到翠府 老虫操旧衣 再然后你就被顾海棠秘密养了 我 我 我跟顾海棠不认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知道你很感激他 你觉得他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拉了你吧 可你不知道他在避养你 他给你的一切好处 只是为了让你帮助他 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为他挽怒于鼓掌之间 你还乐得望乎所以呢 醒醒吧 我看该醒醒的人是你 你这个 你这个 狗狠奸 你这个 没什么 你这个 我就是 个人 他敢有威胁 他敢同学 他敢同学 不许多 他敢忏 他敢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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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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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同情我吗 我没有同情你 我只是觉得 二十年前 我们就应该在一起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不能再相互错过了 我想把我的后半生 交给你 奉花雪月的话我就不说了 嫁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找我呀 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没有啊 日本人的计划失败了 他们不敢放出风来 正在四处打听 这时候 出现了一个叫何荣升的人 要暗杀孤海棠和黄龙 结果他自己反而被杀了 紧接着 和黄龙继续 由军众来 让他们发现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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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还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又不是他的影子 他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吗 别说段浩仁就是你我 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 出了这么大的事 日本人 马上就会找到他 你还是先离开上海吧 这是去广州的船票 明天早上我派人送你 不是送我上路吧 段浩仁死了 你的那个什么狗屁计划 也就彻底的完蛋了 现在我对你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 你现在送我去广州 度假 有任务 我会通知你的 是吗 那好 再见 好 味道不错 找着 我该是帮助 我не知了 这有空 你敢得关心的 你不想跟她 去她 你不想到她 现在是你 你看到她 她不想到她 我知道了 一半 再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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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约我的 玫瑰呢 玫瑰 挺漂亮的一个女人 不过可惜了 她的演技太烂了 你把玫瑰给我交出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知道你是什么变的吗 你只是一个盗粪的丫头 要不是我当年手下留情 你会成为今天的顾老板 好歹我们曾经合作过 是你 先要把我赶尽杀局 你也配跟我谈仁义道德 陈小天 又不用我把你所有干的好事 跟你重新说一遍 倒枪之后 是谁跟法国领事馆告的命 我看你根本没有打算 让我从牢里出来 还有 张一连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 你死有余辜 你一个脑袋随时都会落地的共产党 居然说我死有余辜 太可笑了吧 你说谁是共产党 表面上 你的确是在帮国民党约火 每个月上交军费 你还跟日本人做生意 但是 实际上你就是共产党 你蒙得了别人 但你蒙不了我 你手下的 什么胡子 小宝 各个都脱不了干系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这些全都告诉日本人 你会怎么样 你觉得你还有命来要挟我吗 我顾海棠会怕你揭发我吗 去看 走 走 给我 走 走 你们先走 我们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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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子 谁办法成这样子的 胡怀棠 要是没有匹单伊 我早没命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咋 啊 喂 你都站什么池道 在所有的码头 车站 全都给我安排人手 不管死活 我一定要见到这三个人 明白吗 喂 还有个地方 你们一定要注意 冷月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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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来 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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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要走了 我爱你 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我只知道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 我回去会跟黄龙交代一下 我等你 说 在酒吧里和大家见面的 是陈小天 谁 陈小天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陈小天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顾海棠去见陈小天了是吗 还有 今天在苏州河落山了一具女士 用麻袋装着 是玫瑰 什么人干的 不知道 兄弟们一收到消息 就出去找大姐了 可是还没找到大姐下楼 不过没有消息 就说明大姐没事 我跟他们说继续找 找什么找 你告诉我去哪儿找 上哪儿找去 现在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可这所有人都知道 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吧 以后他的事别跟我说 我不信他知道 他不会调整个人 他不想不问他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不想不问他 他不想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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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你去找陈小天 也不告诉我一事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为的 大姐 胡子呢 优优独播剧场 怎么回不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胡子这么一走 我觉得很孤独 除了你 我不知道跟谁倾诉 我理解你的心情 海棠 你想过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吗 因为我父亲的一句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是我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可是不知不觉 这句话 就融进了我的生命里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 如果 你因为帮助我们 而受到了无法想象的磨难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这个信念 不但是你的信念 也是胡子的信念 更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的信念 这个信念是高贵的 甚至可以超越生死